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在我们国家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 娱乐圈更是如此 不少明星都走上了国际舞台 有的也加入了外国国际,有的和外国人谈恋爱 其中有修成正果,也有没能走到最后的 阿娇,阿娇早些年有过一个外籍男友 名字叫全明 但是两人的关系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个月就结束了 张伯芝,大家也许不知道 张伯芝在早年还有过一个荷兰男友 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两人没在一起 张子怡,张子怡现在和汪峰在一起 但在这之前,张子怡和这位以色列的富豪还有一段恋情 曾经还被狗仔拍到了两人在沙滩上亲密的照片 据说两人当初感情很好,都快要结婚了 最后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分手了 不过张子怡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希望他好好生活 宁静,宁静在早期拍戏的时候结试了 一位美国演员,两人交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就结婚生子了 但是这段婚姻也没能维持到最后,两人也最终离婚分手 宁静表示,自己是中国人,对方是美国人 两人是文化差异实在太大,难以相处 张咪,张咪当年和一位美国商人在一起 据说这位美国人为了追他 还给他写了一本书 但是两人还是没能走到最后,只能以分手结束 张子怡,1979年2月9日 生于中国北京,中国大陆女演员和制片人 张子怡从小学习舞蹈 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表演戏 在学期间,因主演张艺谋的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成名 之后因参演《卧虎藏龙》20000年,而扬名世界 张子怡多年来与电影名导如张艺谋 李安、王家卫等人合作 并出演了电影《英雄》2002年 《十面埋伏》2004年 2046、2004年 《一季回忆录》2005年,等电影 2013年,张子怡第二度和导演王家卫合作出演 《一代宗师》2013年 并凭借电影中的公二一角 首获第50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及获得第33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共12个演员奖项 张子怡也是史上唯一获得华语电影主要奖项 香港电影金像奖、金马奖、百花奖、华表奖 国内计创 国内计创 国内计创